你還記得我們去年做了什麼嗎 去年好像小編們有給我一些驚喜這樣 所以我們今年怎麼能虧待你呢 好意思 大家平安 我是黃沖妮醫師 12月是聖誕的節慶 所有的小編就想出了一個活動 口罩照片大目擊 那時候我們想說大概 可以收到20張30張照片 然後讓我在上面畫個笑臉啊 然後讓大家有一個 佳節喜慶的氣氛 結果現在一看 才過了三天 已經有400個戴口罩照片 不過沒關係啦 我盡量能畫多少算多少 而且只畫笑臉太無聊了 我發現有很多 很有梗的戴口罩照片 於是我們就挑選了幾張 我們一起來看看吧 在開始遊戲前 讓我們先動動手指頭 按訂閱 按讚 跟分享 讓更多人可以接受到 黃沖妮醫師健康講堂精采的內容 好 今天第一張畫的照片 不是第一個投稿的人 但是我一看 就認得他 白醫師你以為你戴上墨鏡 戴上口罩 我就不認得你嗎 實在見別度太高了 所以 謝謝白醫師今天來 我們的健康講堂投稿 不過 你就成為雀屏重選 是我們今天第一個被畫的 男子 重點是 他的留言是 看什麼看 那我就畫一個非常應景的啦 看什麼看 就是要畫這個吧 白醫師真的是這樣喔 他在急診的時候啊 戴上口罩那個光頭 所有連黑道大哥都怕他 可是當他回家拿下這個 卸下身上的裝備之後 哇 是個暖男暖爸 所以 他真的是有雙重身份 有人已經幫我畫好 他自己都畫好了 說我還要畫嗎 這好可愛喔 這哪裡買啊 這個口罩 你都戴了 那我只好幫你再把口罩畫回去了 YAT 你看這樣就正常多了嘛 這個我覺得蠻好笑的 這個爸爸是 那一天正好他們的口罩用完了 所以呢 爸爸就只好戴了 小朋友的口罩 我們家也常發生這種事耶 我覺得他在這個口罩的下面 應該是 一個非常溫暖的笑容 我覺得你今天錄完之後 你就會變成那個 畫笑臉大師 好啦 我們來找一個可愛的小朋友 黃醫師眼中 可愛的小朋友長什麼樣子 喔 這樣害我 這個一日帥哥耶 他一定是帥哥的 我還要畫嗎 這樣就更帥了吧 這在幹嘛 這樣可以 病毒比較不會入侵嗎 這個一定沒有用啊 因為他的口罩 其實是很鬆的 可是重點是你要 就是你很想睡覺的時候 你就會戴真氣眼罩 然後你又要戴口罩 然後如果你再戴個耳塞的話 喔 耳塞嗎 那個有支平台叫BOSS 是不是 BOSS的耳塞就是 你先怕人家不知道我戴的是BOSS 這怎麼好像有點脫離 我們當初玩這個遊戲的 我們當初玩這個遊戲是要幹嘛 這要畫上笑容不是嗎 好我覺得這張很重要 這個是我演講的時候 來跟我照相的朋友 然後重點呢 應該是 這裡 OK 我們沒有試自己的 啊這個好可愛 這個 這是在生產台上嗎 你看我幫他畫個愛心 然後他的寶寶要出生啊 所以寶寶的愛心在底下 我又不是什麼畫畫大師 為什麼要我做這件事情啊 你知道我以前上課會畫課本嗎 把裡面的人物加上小鬍子什麼 那個還是小case 我後來越來越過分 我開始剪貼 把第一課的人頭剪下來 貼在第二課的人頭上面 然後我的課本全部都是 剪過爛爛的這樣子 那後面的字不就看不到了嗎 那我怎麼去讀它對不對 那你是天才啊 才不是 所以 所以我就必須要買參考書 因為參考書裡面的課本會重複一遍 好 真的非常感謝大家把這些照片都上傳 然後把你們家的孩子 你自己 甚至家的寵物 戴口罩的照片 我們都看得到 那希望今天這個活動 能帶來一些 節慶 這個聖誕佳節的這種溫馨的感覺 然後呢 我們接下來要幹嘛 你還記得我們去年做了什麼嗎 今年好像小編們有給我一些驚喜 這樣 所以我們今年怎麼能虧待你呢 我們好意思 嘩嘩嘩嘩嘩嘩蛋嘴 大家平安 我是前傑師 話說今年又要準備聖誕節影片了 想像去年的聖誕影片拍攝 皇室是這樣的 這樣的 還有這樣的 不禁讓我在思考 今年我還能做什麼 才能打動這位無數人愛戴的小兒科醫師 創銷作家 頻道訂閱數突破20萬的YouTuber 新冠肺炎解說大師 aka媽媽界的巧虎 企劃是這樣的 準備一個不怎麼樣的禮物 跟他說今年預算有限別抱太大希望 然後呢 敬業的他會一本正經的把它錄完 之後真正的禮物就會出現在他身後 NICE 至於能不能成功 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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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學生借非常夯的一個禮物 啊 我知道 這我真的女兒一定很喜歡 紓壓的 真的啊 就是紓壓的那個啊 我們家只有一個 OH NO 祝福大家在聖誕夜跟你親愛的家人 或者是你的朋友 能夠過一個非常溫暖又平安的聖誕夜 那記得訂閱按讚跟分享 好 那你就盡量講他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謝謝 恩 我覺得Ending可能要再做一次 我想把背景就是拉平一點 那我要什麼樣突然之間後面變這樣嗎 然後咧 可是你剛剛猜的時候我不曉得啊 沒關係 我們就是要你不曉得啊 好 那我們今天的結... 為什麼後面背景變啦 你們剛剛不是猜... 你們剛剛不是猜... 這...是... 這很酷耶 這怎麼弄的啊 這超酷的耶 因為今年你一直跟我們喊著說 你不能出國啊 不能去海邊啊 這...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看到 巴黎 紐約 羅馬 世界 環遊世界耶 欸好酷喔 這個景怎麼帶回家啊 而且其實它還有一點小錢 還有小錢是什麼 每一張後面都有...都有寫字耶 每一張嗎 好餅喔 让我們去看 我們去看 我們來過幾個月的賽事 我們在這裡 看我們最宮逵臨的 我們最宮逵秘的 可以看到 我們在這裡 快樂 我們來過400塊 我們切斗地的 我們有這麼多招待 我們要來過 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這麼多的祝福 今年我一定會努力 繼續努力的在 所有的位置上面 做什麼 沒有台詞 害我現在不知道 每次都這樣子 害我沒有東西可以講 今年還是會繼續努力 今年還是會繼續領受上帝的祝福 今年還是會繼續把愛 分享給身邊所有的人 還有影片對面的各位 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 疫情趕快結束 然後我們可以 跟我們親愛的家人真正的 不管是出國或在台灣旅遊 都不用擔心害怕 不用戴口罩 希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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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愛的黃醫師聖誕快樂 聖誕節是一個感念各種恩典的日子 謝謝黃醫師總是與我們並肩 面對每一個突如其來的挑戰 今年更是挺過了三集 work from home 重重的遠端工作障礙 我們那時候很多的影片都是在家錄的齁 我們去年得到台灣醫療報道獎 新媒體的首獎 今年又再得了一次 所以真的是非常感恩 有這麼多人的努力才會有 被獎項的肯定 這是我家的書房 我都在家裡面錄影 謝謝大家 真的 今天清醒天下的同仁們沒有在我們現場 不過我相信我常常會跟他們見面 下次見到他的時候 一定要非常感謝給我這個驚喜 我真的不曉得 親愛的黃醫師 感謝你六年來與愛家好醫生並肩作戰 成為許多家長與孩子們的最佳後盾 你的暖心解答同理安慰 相信是曾經在愛家好醫生家訪的家庭們難忘的時刻 何等開心與你同工 何等感謝與你同行 讓我們繼續努力 傳遞身心靈健康的醫療好消息 我們愛家好醫生要改版了齁 就是這個節目做了六年 之前我們這個景 大家應該都有印象 背後是化學方程式 然後有這個愛心跟一些醫療 歷史上的巨人 那這個景從今天開始 應該不是今天 就是這個月開始的走入歷史 我們要重新改版 所以那天在最後一次錄影的時候 我就坐在這個景上面 拍了好多好多的照片 有在上面狂奔的啦 跳躍的啦 我一定要讀一段這段聖經 羅馬書15章13節 但願使人有盼望的神 因為信心將諸般的喜樂 平安充滿你們的心 使你們藉著聖靈的能力 大有盼望 也是我們節目希望帶給大家 就是從神而來的盼望跟平安 不過真的啦 我們觀眾朋友一定也很喜歡這個 小朋友都很喜歡 你們有要提供一個給觀眾朋友嗎 歡迎留言分享你的聖誕願望 我們會從中挑選出一位 送出黃醫師同款 滅屬先鋒聖誕襪 花壺沒有業配 祝福大家聖誕快樂抽到禮物喔